拜託我啊 就這樣子 你們知道嗎 就這樣子 那這個人呢 他也是社運界的人 這個光明記者社運界有名的人 算是社運界對我來 相對於我來講他是前輩 所以他一定有某一個名望在裡面 那然後公視的平台 他的處理就是這個方向 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東西 對我的傷害其實是很大的 那他的那個報導 他跟我寫了兩篇報導 很簡單 就是我們之前買了公車廣告的那個事情 然後他們支持者 當然就會寫了一大堆污蔑啊 比方說說我們那個公車廣告 花了幾百萬幾千萬之類的 像這種是 他們自己支持者彼此之間 在臉書上面自己亂寫的一通的東西 他就直接把他卡片下來 就放到他的報導裡面了 可是因為他有他的名氣 所以他就藉由這個東西來偷渡 他們想要讓實際的支持者 想要傳遞出去的信息 就透過這個公民公民記者報導的東西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說 你們可能會在這些事情上面做一些停權的這種動作 我覺得這個真的一定要越嚴厲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遇到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很清楚 感謝你提供這個案例 因為今天 今天稍早我今天也參加了另外一個講座 其實也跟那個余慧的人提到了 就是說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在提的是 法官者這件角色對不對 就是我們現在是一個平台 然後我們面對了這麼多的貼文 我們變成我們是一個審核者 因為我們明明就想要做一個中性的平台 可是我們又要擔負成 我們又要擔負那一個就是審核者的角色 沒有還沒說完的東西 所以其實呢 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各位的責任 因為我們剛才在講 我們社會線跟我們社群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們的回饋也會是 也會是這一個新聞 它怎麼樣被討論的很重要的一環 那譬如說像剛才那一個公民記者的錯誤報導 如果說他在他的貼文下面有非常大量的討論串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這一篇的爭議有多大對不對 這是一個相對可以得知的一個數據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就是你們各位讀者 你身為這一個 因為譬如說在慈濟的那個案子來說 那個是屬於你的社群的人知道的事情 那那個就是變成說 你是一個最好的審核對象 甚至比我們還要好 那我們能夠做的大概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把關 然後一個機制 然後我們可能會設一個門檻 就是我們會願意聽權帳號這樣子 可是其實要如何發現這件事情 還是要靠各位社群 對當然因為我已經像比方歐米樂公事的那個處理態度來說 因為我已經直接打電話跟他談這件事情了 那我就覺得說我可以提出證據是他們這個在臉書裡面的那些對話 然後你就騙這個記者他就直接把人家的對話就直接貼到那個 當作他的自己的一篇報導 前面稍微寫一點點簡介 後面然後寫個警罩 然後就把中間空放進去 所以我就覺得說像這樣子 已經有這樣子檢舉的情況底下 應該不是說要平台主動去發現 而是說我已經有到了說 我已經是直接檢舉了 結果還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就覺得太過頭了 因為我自己也有管理一個網站 就是小的粉絲頁 所以我知道說要主動去篩選很多東西 這是不可能的 那個人力是不可能負荷的 可是我覺得說若見已經到了說 我都已經主動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問題很大 然後這個平台竟然是不處理 他叫我說我有我的 我可以去告他的權利 如果需要走到這種地步 我就覺得這就有點太過頭了 謝謝 謝謝 然後感謝朋友的回饋 那大家在這個部分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或是要想分享的事情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有 好 那你可以用桌上麥克風 我想要請問一下 可是現在其實